大家好 早晨 今天的主题就是 《圣为圣洁》 经文取自《折萨罗尼加》前书三章九到十三节 请听我读 我们在神面前 因着你们满有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我们能用什么怎样的感谢 为你们报答神呢? 我们就夜彻彻 祈求要见你们的面 来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 愿我们的父神 自己和我们的主耶稣 为我们开路到你们那里去 又愿主使你们 彼此相爱的心 和爱众人的心 都能增长 充足 愿图我们爱你们的愿望 好坚固你们的心 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 同他众圣徒来与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 在这些世界上 第一他说 无法实现的 圣徒是无法实现的 只能在天堂实现的状况 这里本地是没有人 没有人圣徒的 但另外一种的回答就是 一个可通过面想和精神操练 获得的地位 即是一个去来到默想 和有属灵的操练 第三 有一个无罪者完全敬畏上帝的人 第四 有一个或者稳行端正的好人 他是圣人 有一个 第五 有一个神越纳的人 你说谁对呢 在这么多当中里面 每个都有可能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究竟圣徒是什么 圣人是怎样的 很多人都说 他就是因为一个好人 或者他是神越纳的人 有一个无罪的人 很多人都是圣徒的 但我们看看圣经中的圣徒是什么解释 罗马书十二章有这样说 你说圣经以味着 而反映上帝荣耀的方式生活 即是我们要爱活一个 荣耀上帝那种的生活 而不是效法世俗的方法 因为世界的方法很多是打打杀杀 暴动 在神面前 他荣耀神的方法 就是真的要来清新爱主 爱神 爱人 还有做好事 在梁汉封音第十五章说 这正记得意味着 我们需要遵守上帝的圣经中 为我们制定的规则 因为在若汉封福音书 是这样说 若我们真是遵守神的话 耶稣就会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住在祂当中 即使我们要爱听祂的话语 爱遵守神的规调 第三 马太福音又这么说 做到一点需要纪律 而且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他说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说 我们要来到跟从耶稣 我们就要担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是一个纪律 然后是一个不是容易做的 担起十字架 也不是容易做的 如果是在《彼得前书》一章 圣经有这么说 你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这个是上帝所说的 上帝说 我是圣洁的 你就要圣洁 跟从我为人就要圣洁 如果你看圣经那种的意味 有圣经那种的解释 真是 第一 我们要爱荣耀神的那种方法 不爱宿效法世界 第二 我们要爱来到遵守神的说话 和神的律例 第三 我们要爱有纪律 来继续走一条路 丹尾神自家 第四 我们要好像神那样 圣洁 如果神是圣洁 他叫我们圣洁 即是说有可能圣洁 如果没有可能 是怎样叫我们圣洁 那究竟什么是圣洁 我们看看 原来圣洁 很多解释的人 都说圣洁是一个过程 过程就好像是考试中的一样 如果你有没有考试 你考试 如果要合格 要合格是50分 那我们任何人得到50分以上 就应该是合格 如果我们得到60分 70分 80分 那当然是合格 但如果一个人得到79分 我们还未得到合格的A 没有得到 因为A很多时候定乎在80分 这79分还未得到A 但如果答到A的时候 80分以上 这个人说已经是好 做得好 我说A了 但他仍然可以做更好的 我们要慢慢做到100分 如果到100分的时候 我们真是很优秀 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是过程 圣洁的意思就是说 合格 我们合格就是说 你得到50分了 神给你合格 现在你可以考到了 就能入大学了 你一过去那个关 你就能入大学 入大学你就要爱你做勤力 爱你继续来到温书 做勤力 等到你毕业 你毕业的时候 或者拿60分70分80分 但你都可以从而拿到更好的 拿到100分 即是你毕业 70分是8分 又毕业 80分是毕业 60分是毕业 都是毕业 但是你要拿到100分 要慢慢进步 所以圣洁就是说 你无论什么时候都好 你都继续进步 继续进步 进到你是完全 真的 完全圣洁的了 那保罗在这儿有跟我们说 他说 我们在上帝面前 能为你感谢什么呢 可以为你感谢什么 因为保罗的说话 第九主 我们在神面前 恩着你满佑喜乐 为这一切喜乐 我们能用什么感谢 为你们报答神呢 保罗说 因为这个铁纱纳尼家教会 一开始 保罗和他们分开三个星期 后来又有暴动 当日耶孙这个人的家宗 保罗在那里讲道的 就被人家触字打 因为说他准备那些人 进来教新的异端的教导 邪教 所以他们快快把保罗昏走 但保罗都很担心他们 三个星期都未教得到他们什么 ABC都未学习 他们又要受到迫不 怎样好呢 所以说 保罗说我十大十节 我昼夜切切祈求要见你的面 所以我要看到情形好 我要再见你 切切去见你 你保证你们信心的不足 因为你们刚刚开始 信心都没有 但是保罗写到这封信的时候 已经是很高映的了 很多喜乐 因为看到他们有进步 有长大 他们有把神的名字 荣耀 尊高 他们真的看得很好的 所以保罗说我有办法 就要补充你们的信心 你的信心要增长 做保罗要 怎样生长呢 因为要爱很多神的说话 刚才我都说了 要爱神的说话 要听增长 要爱神的说话 他们说 刚才那些经文说 圣结是怎样是怎么来的呢 要爱有神的说话 进行了 然后他的律例 照行 不要教法世界要教 要荣耀神的名字 要爱勤劳 要拿起十字架 继续行 上帝说可以行得到的 因为这个神是圣结 要我们行这个圣结的路 所以保罗要教导他们 祝福他们 继续 我们又听到这个故事 因为讲到他的增加 他的信心的时候 耶稣的门徒 曾经有一次都是尋求 增加信心 在《勞加福音》第十七章 在第五节的时候说 使徒对主说 请增加我们的信心 当时候他们的门徒 跟着耶稣的年纪 他说 我们都不够信心 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不减做 又不懂做 又没有胆做 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 不配仆人的比喻 这个比喻 在《勞加福音》第十七章 七到十节 是这样讲的 七节说 你会用当中 谁有福人耕地 或是放养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快坐下 吃饭呢? 但豈不对福人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蓄上带子 时候我 等我吃饮完了 你才可以吃饮饭 好吗? 耶稣回答这个使徒 他们的要求 增加信心 耶稣没有跟他说增加信心 是 电话A B C 1 2 3 做什么? 不是 他说一个比喻 一个比喻是说到一个仆人 这个仆人呢 在这里呢 他是一个人 他就去耕地 耕种 和放药 做到很累了 回到来的时候呢 还要煮饭 给老板吃 主人吃 吃饮了 才可以自己吃 老板就没有感谢你 没有多谢你 但是 他还要说 我们是职责要做 你应该做的 那我们看起来 说这个老板好像很饿 不是的 比喻不是看老板 这个比喻是 是说这个仆人 耶稣呢 是针对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 就是说 第一 这个仆人 当时的仆人是没有自由权的 他又可以 他要听老板的说话 第一 老板叫他跟地 他跟他跟地 老板叫他放药 他就放药 就是说他肯听草 第一 肯听草 他做完的时候 他回到来 知道时间了 他就要 老板说 煮饭给你吃 他就煮饭给你吃 即使他肯听草 第二 他真的可以 顺服 他听了 他顺服 为什么呢 因为照做 更甜 放药 煮饭 等候吃完 自己的药 他就要做 接着呢 第三 第一 是听草 第二 是顺服 第三 是做到 很努力 很足 老板就知道 他不要骂他 他知道 他又跟田 又放药 又煮法 很努力 第四 他还要很谦卑 我只要是我的职责 做我的职责 应该做的事 所以在这 我们看到 耶稣和那些门徒 所说的 第一 要听草 什么吩咐 第二 你要顺服 要去做 第三 你要勤努 做得好 第四 你要谦卑 因为是 只要做完你的职责 这个就是 增加信心 在很多时候 我们增加信心 想着 祈祷很重要 祈祷很重要 就是增加信心 不是 是真的 就是他出去侍奉 出去做事 保罗也是这样说 你说 无可指责的圣结是怎样呢 第十一节他说 愿我们的父神自己 和我们的主耶稣 为我们开路 到你们那里去 又愿主使我们彼此伤害的生 和爱众人的生 都能增长 都能增长 充足 如同我们 爱你们一样 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是这样 当时你看到我们 怎样彼此伤害 现在你们要照做 他说要照做彼此伤害 要爱众人的心 要使这个爱要增长 所以他说信心的增加 他导致到爱的增加 爱心的增加 这样才可以提升成节 因为第十三节他说 很坚固你们的心 很坚固你们的心 彼此伤害的时候 使你们在我的主耶稣 和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 在我们父神的面前 成为圣结 无可指责 所以保罗都很想去见他们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的信心增加 因为要信心增加 他们有信心知道 在神的教导里面 教导里面一定要有爱心的增长 爱心的增长 就会有信心认识神 爱心侍奉神 他们的圣结就会提升 即升到什么呢 升到是无可指责的圣结 到那天是说 耶稣和众圣徒回来的时候 无可指责 没有人可以指责你的圣结 你的圣结不是假的 你的圣结不是无充的 是真实的 即是说到那时候 你不是只有六十分 七十分 八十分 你已经进步到一百分 无可指责 知道是真信 你出来的那种圣结 所以今天我们等候耶稣回来 不要怕 不要惧怕 不要来到法兰镇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回来那一天 要我们看到 不是我们做过什么 耶稣是指责我们是否成长到有无可指责那个圣结的地位 可不可以到那时 所以在此我们大家都要同心了解明白 神真的好爱我们 他爱我们要信心的增加 要爱心的增转 对我们的圣结的提升 所以你和我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只要听从神的说话 信服神的戒命 遵守一切 神要我们做的 谦卑完成我们的责任 我们祈祷 多谢上帝 求求你保守照顾带领我们 使我们大家可以更加认识你 爱护你 也要学习你 让信心增长增加 让我们爱心增长 我们的圣结 的生活 会提升 多谢神 我们靠耶稣的命 阿们 感谢上帝